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台本的三重店 那最重要的就是 過去呢我們曾經在網路上介紹過 還有我今年的年初去過東京車展 我們實際看過這個全新改款的MSS300 那今天呢它正式的引進了台灣 那也在這個台本的三重店展示 那我們就想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輛車的一些細節吧 跟我走 OK好 現在我們還是用第一人稱來介紹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 全新的MSS300 它已經到這個三重店的現場 那因為呢我們在三重店 所以我們現場有舊款的MSS 所以我們順便跟大家比較一下兩車的差異 因為其實呢在東京車展 我就已經介紹過它的一些 新MSS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來實際跨坐舊款跟新款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好這個是舊款 過去已經做過完整的市價報導 那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好 基本上我先講一下舊款 舊款它是用傳統的 傳統的燈具 跟新款不一樣 新款是用LED燈 然後再來是舊款的前後輪的尺寸 比起新款其實是 跟新款是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可以介紹一下 那 大家看到坐墊的部分 再來是騎姿的部分呢 其實舊款跟新款是有一個 我們剛才試乘了之後 試跨了之後 其實有個巨大的差異 那我做給大家看 舊款呢做起來比較像是沙發椅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然後它 因為它這個靠腰 靠背的尺寸做得比較大 然後整體的人的騎姿 比較重心比較向後 感覺有點像是乘坐嬉皮車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舊款的儀表 舊款是一個 這個算是四環表 然後中間有一個數位儀表的設定 邊下的開關 然後加油孔 然後這個是前面手套箱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 好這個是加油孔 好這個是舊款 它的座位空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比較一下新款 再來是它的手套箱 過去的手套箱也是由這邊來開啟 手套箱的尺寸 大概一罐礦泉水的尺寸 差不多 好 基本上這個就是舊款NSS300的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到新款來看一下 我想當然除了它的整體的車身造型 跟過去啊 有著蠻大的不同的感覺 過去的線條呢 其實是比較柔順 但是這次呢 我覺得它整體設計的感覺更動感 那甚至有點像是T媽的運動風格的感覺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說到頭燈 這也是這次改款的最大重點 就是它已經換到全新的 全部的使用LED的頭燈 然後上面呢 有這個定位燈是這種雨翼的感覺 剛好呼應這個Honda品牌的LOGO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 它在方向燈這邊有做這個 後照鏡這邊有做這個方向燈的設計 直接砍在這個後照鏡上面 讓這個前面的方向燈的辨識度變得更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的儀表 那剛剛我們看了一下 過去的其實是一個五環的錶 那現在的儀表 大家可以看 那這個儀表呢 其實非常的精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一片玻璃 但是這玻璃是有弧度的 是一個凹槽的玻璃 那所以其實光這一塊就看起來是相當有設計感 那在儀表的部分是傳統的雙環錶 然後左邊是時速 右邊是轉速 然後中間是使用一個大面積的一個冷光的 多彩的液晶儀表 OK 然後它 比起過去來講 它的資訊更豐富 除了我們來切換看看 它有一些紀錄里程啊 然後還有剩餘的油耗里程 然後再來會有電壓 下面有電壓 大家可以看到 電壓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基礎的設定 但是這些都是最實用的一些 其實最需要的一些資訊 OK 再來呢 就是呢 其實這次的 FOSA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增加了TC 那這個其實跟這個競爭對手XMAX 其實XMAX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擁有這個TC系統 那在一些雨天啊 還有路況比較狀況比較不確定的 如果這個路況行駛的話 其實會增加多一份的安全性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輪圈 那我們剛剛講到它的外型啊 之所以它會看起來有點像TMA的感覺 我覺得主要就是在於它前後輪框的尺寸 其實它不管是前面和後面它都大了一寸 現在是前15 我看一下 前15 後14的設定 那我相信它在這個運動性上面 會比起過去那一代來的更好一些 再來它的尾燈 尾燈一樣換成這種數位式的LED的定位尾燈 那其實從後面看整體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它這邊有一個削一個尖尖的感覺 跟過去的造型其實差異蠻明顯的 有不同的差別 那這個車尾其實看起來 配上它大一寸的輪胎 整體看起來就比起過去更動感 再來我們介紹它這次改款的一大重點 就是這個電動封鏡 大家看到除了剛剛的TC之外 電動封鏡在這邊切換 好 我們來實際操作看看 那過去其實我擁有過這個BurgerMan 那我必須說這個新的NSS300 它在這個電動封鏡的切換上面的感覺 比起BurgerMan來的更細緻 它的感覺其實像是汽車電動窗的感覺 那另外呢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實它的高低 大家可以看到它高低的幅度 現在是高的位置 低的位置 其實差距是非常大的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市面上的車款 它都可以高低可調 但是高低可調的幅度的大小 其實是決定騎士在道路使用上的便利性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動感 或你想要Race的感覺 你用短風鏡 你只要把它調低 其實它的感覺運動感就出現 那你需要RV的時候你把它升起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新的NSS的這個電動封鏡 最高位置跟最低位置的差距其實非常大 官方的數據是說低的跟高的位置相差 足足有14公分 那其實這樣看是確實是非常 這個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這樣的設計呢 也更能夠包容各種不同騎士身材 來騎乘這台車 它都可以很順暢的躲 躲進這個車的風罩裡面 這次擁有這個KILIS 那KILIS確實是這個新世代的一個 許多車款都會配備的東西 那有這個呢 其實方便度就大大的增加了許多 那我覺得這個也讓這個新的NSS 顯得更有這個價值 那再來呢 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它的前手套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 不同於過去它需要在這邊按鍵 它這次只要輕按 其實它就可以開啟這個手套箱 它裡面呢 有一個這個 24瓦的12V的2A的一個充電孔 一個點煙座 因為我們這樣子可能有點難拍 好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幾乎把整個車頭的空間 都已經使用帶進了 所以呢 這個深度呢 我覺得它足以放下 差不多 兩罐 兩罐的飲料的空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深度非常深 所以光手套箱的部分 它就比起過去來的 的尺寸更大 那也更適合其實在 在通勤的時候使用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 對 座墊空間 好我們先看看它的加油孔 有沒有 小小的地方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 跟過去有不同的差別 它這開啟的順暢度其實是蠻好的 OK OK 好 那我們來再看看它的這個 車廂空間 好 基本上它的車廂空間的尺寸呢 跟過去其實差距沒有很大 一樣可以放下兩頂完整的全罩安全帽 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前面 因為其實過去它在車廂空間表現就不錯 但現在這個看起來好像似乎在深度上面表現得又更好 因為它這個旁邊 有做一個凹槽 然後裡面有工具包藏在這裡面 所以這邊或許還可以再塞一些雨衣啊 或手套的部分 讓大家注意啊 其實它這邊還很有趣的 這個原廠有附一個隔板 那過去呢 其實我們有些束可達騎士會透過自己的改裝 來在這個車廂內增加隔板 那其實呢 它原廠這一次呢 就直接附給你這個隔板 讓你的東西不至於在裡面 在滑移 在你騎乘的時候 在裡面做一個滑移的動作 OK 不過似乎呢 它這個 這個車廂空間呢 裡面並沒有安裝這個 這個燈 所以 並沒有安裝這個車廂燈 所以可能在晚上的時候 這個部分就會稍微有點可惜啊 就是你可能需要自己去改裝一個車廂燈 讓你晚上比較好 拿東西的時候比較好看到 OK 好 OK 另外 另外一點呢 它不只是在車身的外型上面 看起來變得更纖細 那它實際上呢 它在車重上面也實際瘦了13公斤 那其實它本來就不算是 我認為它本來在洋中就不算是非常重的車款 但是它現在瘦了13公斤 那我相信呢 它在這個山路上面的表現 或它運動表現會比過去更好 在動力方面呢 增加小幅的提升了0.2 HP的馬力 但是呢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最大馬力的出現點呢 降低了 比起過去降低了500轉 那相信這個在市區通勤上面 最大馬力提前出來 會讓這輛車更好騎乘 那現在基本上已經可以開始接單了 它的售價呢 跟過去的價格是一樣 26.8萬 那我覺得價格其實算是相當實惠 因為它的配備給的蠻多的 這個就是全新的FOSA NSS300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 到這個HONDA的展間 我們現在在三重店 三重店有線車可以看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呢 鎖定我R-BAN的騎士日誌 接下來我們還會再介紹更多新車給大家